为什么吴磊赵璐在《星汉灿烂》中的角色会引起发烧? 《星汉灿烂》成功的原因之一就是吴磊和赵璐斯的和谐 他们的角色得到了观众的认可并帮助这部电影超越了许多其他人 赵璐的《星汉璀璨》依然是一部引人瞩目的作品 特别是该片还被评为2022年上半年优秀华语作品之一 尤其是在收视率相当的情况下 影片的热度远远超过了杨渡庆的沉香味 具体来看,根据Vlink发布的消息 在媒体指数最高的网剧榜单中 粉仍比艳阳高照低一个档次 历史剧《寒英》改编自关心达然的作者的小说《寒英》幸好 这部电影凭借惊心动魄的细节和个性鲜明的演员阵容 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第一部同时播出的剧是《崔乐定的仙女之家》 豆瓣评分在原片7.4,后来提高到7.9 相比《崔乐定的幸福一家人》7.3分 该片略胜一筹 影片的成功要归功于吴磊和卓露斯的完美结合 至此,赵露斯和吴磊凭借在片中出色的演技 不愧是今年中国小荧幕上最美的一对 不仅在媒体排行榜上名列前茅 赵露斯和吴磊也在每一期的星光璀璨中都展现出了令人难以置信的魅力 在《汉话》第38集中 郑少忠和狼目的甜蜜一幕让观众惊喜不已 狼目一虽然外表冷峻 但每次向心爱的人表达心意时 总是以甜蜜深情的对话给我们惊喜 比如我们家有幸被他照顾 或者我不需要镇静记 只有你在我身边 程少商虽然害羞 但也抵挡不住狼将军的魅力 两个年轻演员吴磊和赵露斯的组合被认为是不勉强的 而是非常自然地扮演了这个角色 特别是这对夫妇在荧幕上的化学反应 使影片更加明亮和积极 相比于同时期的其他作品 得益于吴磊和泰露二人的默契 名人依然在观众心中保有一席之地 中的角色会引起发烧 星汉灿烂成功的原因之一 就是吴磊和赵露斯的和谐 他们的角色得到了观众的认可 并帮助这部电影超越了许多其他人 赵露的星汉璀璨 依然是一部引人瞩目的作品 特别是该片还被评为 2022年上半年优秀华语作品之一 尤其是在收视率相当的情况下 影片的热度远远超过了杨渡庆的沉香味 具体来看 根据Vlink发布的消息 在媒体指数最高的网剧榜单中 粉仍比艳阳高照低一个档次 历史剧寒英改编自观心达然的作者的小说寒英 幸好 这部电影凭借惊心动魄的细节和个性鲜明的演员阵容 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第一部同时播出的剧是崔乐定的仙女之家 豆瓣评分在原片7.4 后来提高到7.9 相比崔乐定的幸福一家人 7.3分 该片略胜一筹 影片的成功 要归功于吴磊和卓露斯的完美结合 至此 赵露斯和吴磊凭借在片中出色的演技 不愧是今年中国小荧幕上最美的一对 不仅在媒体排行榜上名列前茅 赵露斯和吴磊也在每一期的星光璀璨中 都展现出了令人难以置信的魅力 在《汉话》第38集中 郑少忠和狼目的甜蜜一幕 让观众惊喜不已 狼不一虽然外表冷峻 但每次向心爱的人表达心意时 总是以甜蜜深情的对话给我们惊喜 比如我们家有幸被他照顾 或者我不需要镇静记 只有你在我身边 程少商虽然害羞 但也抵挡不住狼将军的魅力 两个年轻演员吴磊和赵露斯的组合 被认为是不勉强的 而是非常自然地扮演了这个角色 特别是 这对夫妇在荧幕上的化学反应 使影片更加明亮和积极 相比于同时期的其他作品 得益于吴磊和泰鲁二人的默契 名人依然在观众心中保有一席之地 赵露斯比偷偷藏不住剧情中的女主还美 赵露斯身穿校服的照片得到了网友的大量好评 近日网上爆出大量消息称赵露斯将出演 偷偷藏不住项目的女主 不过也有观众认为 9X桃花童子与原著中唐三角色的形象并不相符 随即不少赵露斯的粉丝转发了一系列偶像装扮的照片进行抗议 因此赵露斯过去也多次被拍到穿着校服 一张年轻天真的脸 很多网友都评价她像个高中生 尤其是赵露斯明媚的笑容和炯炯有神的眼睛 也很适合在校园里拍青春片 不过也有观点认为 赵露斯虽然真的很年轻 但并没有带来女主偷偷藏不住与生俱来的天真 害羞和孩子气 此外 男主陈哲元的脸在赵露斯身边时显得过于年轻 也与形象不符 甚至有人要求将男主换成其他演员 以保持原片形象 赵露斯确实有那种青春气息 但我还是觉得不是唐齿的天真 所以看不出来 赵露斯一直想拍青春片 但我想要的是原创剧本而不是改编 不管怎样 彩绘的校服也很漂亮 她真的很年轻 但她的脸不是讨厌的天真 不成熟 害羞的类型 她在照片中看起来像奇奇 但在电影中她很奇怪 与原来的甲华相比 陈哲远太年轻了 不好 演员形象的第一个要求就是要有年龄差 有种老水牛在嫩草上吃草的感觉 是的 校服看起来很干净 但唐三也不是无辜的 至于我 我相信 凭借出色的演技 赵露斯将继续给观众带来惊喜 电影必然也将很快成为最火的电影之一